一位年仅26岁的主持人,她叫邱元元,郑州电视台美女主播,为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校园爱情,她来到郑州打拼生活,为了腹中的孩子不受伤害,她坚持放弃化疗,生下宝宝。 邱元元曾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2006集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,大四毕业那年,邱元元还是追随男朋友之身来到郑州,业务能力扎实的一对,前后考入了郑州电视台。 入台后,邱元元很快成为了郑州台主播,2014年年初,刚有身孕的邱元元被查出患有恶性肿瘤,但为了腹中的孩子不受伤害,她坚持放弃化疗,生下宝宝,导致病情无法控制。 2014年12月10日,宝宝刚过完百日宴,邱元元毫无征兆的撒手人寰,以至于老公还在外地出差,都没能见上她最后一面。 一位刚刚26岁年轻媒体人突然离世,令人震惊,悲痛,惋惜,她是一位好女儿,好妻子,好妈妈,她的善良,乐观,深深影响着身边的人。 很多同行都对她的趣事进行了悼念,周军,董青,王小鸭,李思思,朱丹等著名主持人都在微博发文悼念。